大家好 5月25號財新登了一篇關於郭文貴的報導 標題叫做郭文貴海外資金從何來?應前首相布萊爾設身旗艦 這個是由財新在香港、美國和英國的記者聯合調查撰寫的 我覺得這篇文章是很值得關注的 因為這是在間隔了一段時間之後 特別是在郭文貴持續打擊財新的不舒立 又在海外持續爆料這一段時間所造成的壓力之後 財新網又出的一篇關於郭文貴的長篇調查類報導 在此之前財新出的關於郭文貴的調查類報導 有2015年3月份的那篇《權力獵手郭文貴》 這個很多人都知道了 他這篇文章還有一個名字叫做《郭文貴為列高官記》 這是最主要的一篇 再有就是今年4月份 財新出過一篇報導說 郭文貴在美國遭到起訴 9年前累計欠債 本息達到8800萬美元 但是今年4月份出的這篇報導 他份量確實不夠 但是5月25號 他的這篇報導牽扯到了英國前首相布萊爾 和阿聯酋王室 他涉及到了國際上高層的政商關係和資本運作 所以他這篇報導 比4月份那篇份量就重很多了 而且他的用意和潛台詞很值得分析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專門說這個事情 簡單的說 財新5月25號那篇報導 他主要關注的是一件事情 就是一筆由阿聯酋出資的基金 叫做阿中基金管理人是郭文貴 這筆基金的首期投入是30億美元 後來有沒有繼續增資繼續投入 不知道文章上沒有說 但是這筆基金的一部分被用來投資於中國的海通證券 而海通證券在性質上是屬於上海市國資委管理的企業 同時他也是中國資格最老的證券公司之一 海通證券在2014年到2015年的這個配股過程中 那郭文貴就利用阿中基金裡的一部分錢 大約是5億美元 以及向瑞銀融資了7億多美元 再通過一些可公司和代理人 就收購了海通證券配股的三分之二 配售股份的三分之二 從而他成了海通證券的一個主要股東 這篇報道同時還講述了一些收購過程中的人際上的 人際關係上的聯繫 但是我們主要就來關注這件事情 就是上面所說的 郭文貴先從阿聯酋募集到資金 再用於收購海通證券配股這件事情 我們把這個事情的過程最值得注意的部分提煉出來 就是在2014年到2015年 那個時候郭文貴在海外已經陷入滯留的狀態 就在國內遇到了一些麻煩 這個阿中基金項目開始的時候是在2013年 那個時候國安部副部長馬健還在位 可是當這個阿聯酋方面落實給阿中基金注資的時候 郭文貴在國內已經一步步陷入麻煩了 特別是當海通證券這個配股的過程 吸納新的投資者的過程當中 郭文貴實際上他在國內的資金來源已經被凍結了 可是郭文貴仍然是做成了這件事情 仍然收購了這個海通證券配股份額的三分之二 而2015年上半年這個事情完成的時候 也恰恰是中國股市最紅火的時候 是股災之前最瘋狂的時候 那這篇報道當中就說是通過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的介紹 郭文貴和阿聯酋王室之間建立起了聯繫 那麼在這個報道當中有兩個問題 它是藏在敘述當中沒有直接提出來的 那我們這裡把它提出來 第一就是連中國大陸的政府和阿聯酋之間的 這個政府層面合作的基金都是雙方各自出資一半 而且還進展緩慢 但是由郭文貴所管理的這個阿州基金 全部是由阿聯酋出資 而且是交給一個這篇報道所說的 剛剛認識的人來管理 這事兒聽起來是不是有點反常啊 是不大正常對吧 那麼布萊爾 他本人會不會是這個事情的一個利益相關人 他做了什麼擔保沒有 除了這個介紹雙方認識之外 他是不是有個人利益參與其中 參與分配的利益呢 那這個問題實際上它是包含在財新這篇報道當中 沒有直接提出來 也許呢是胡舒立不想引起國際糾紛 他目前只想把矛頭直接對準郭文貴 當然現在托尼布萊爾辦公室和郭文貴本人 都否認了兩人之間在生意上有聯繫 這是一個問題 另一個包含在敘述當中沒有提出來的問題 就是不僅郭文貴在國際上神通廣大 而且他在購買海通證券配股的過程中 他的盟友馬見已經倒了 他國內的資產已經被凍結了 可是他仍然能順利完成收購 那到底是不是有什麼背後的勢力在支持他 這也是一個沒有直接提出來的問題 好事情說完了 那我在讀到財新的這篇報道以後 第一個想到的問題 就是財新發的這篇文章動機是什麼 他是給誰看的 是不是給廣大吃瓜群眾圍觀群眾看的呢 那如果是給吃瓜群眾看的 他事實上達到了什麼樣的傳播效果 大家一看 哦原來郭文貴這麼有本事 在國內陷入了麻煩 他在國際上還這麼吃得開 而且他和阿聯酋王室和英國前首相布萊爾 說明他來頭不小嗎 他爆料更值得重視嗎 他的可信度夠高嗎 其實達到的就是這個傳播效果 在國內啊 就是郭文貴消息的傳播呢 可能還真的沒有那麼廣 人們對郭文貴背景還缺少了解的 這種情況下 這篇報道事實上當然是起到了 幫助郭文貴擴大影響的作用 特別是這篇報道如果說 是要用來針對性的打擊郭文貴的話 那我覺得確實本身也不夠有利 他雖然說了這麼一個事兒 但他並沒有點出整個事件過程中 存在著哪些桌下交易 那是不是存在著可能的見不得光的利益輸送 以及存在著跨國腐敗 那麼對於很多人普通人來講啊 那看了這篇文章 也就是說這個公司和那個公司有關聯嗎 這個人和那個人有聯繫嗎 就說明了這麼一個生意過程嗎 大家就是這麼個印象 反而顯示出郭文貴好像特別善於走高層路線 把這個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和阿聯酋王室都搞定了 顯得他很有本事 給普通人是這麼個印象 所以說呢 作為一篇調查類報道 如果這篇文章本身不夠有利的話 它沒有能點出哪裡存在著違法嫌疑的話 它事實上是起到了幫助郭文貴宣傳的作用 也許呢 財新的胡舒立是覺得郭文貴天天坐在那播視頻 是吧 我這也得做點什麼 顯得我沒有被他壓下去 如果我不發聲 別人還以為我被郭文貴已經打擊的沒氣了 也有可能是這樣 胡舒立呢 但是我想她作為這麼一個資深的媒體人 這麼聰明的一個人 如果她這篇文章不能夠施加以非常明確的針對性的打擊 不夠有利的話 她這樣的報導反而會幫助郭文貴擴大影響 這個結果 我想她應該是能夠想得到的 如果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 並不是給圍觀群眾吃瓜群眾看的 那是不是有可能是在向別的人傳遞什麼特殊的信息呢 這其實是我一個主要的懷疑方向 郭文貴的這個視頻爆料啊 大家都看到了是有一個語言上的特點 就是很多話她就開個頭 她並不給你詳細講 也不做這個很詳細的闡述 就是做一個大致的描述 意思就是說誰幹了誰知道 我在說誰誰知道 看起來是對著所有網友和推友說的 實際上是對著另一些人說的 在向另一些人傳遞信息施加壓力 那麼我想財新的文章作為對郭文貴的回應 也可能是同樣的表達方式 這是爆料和被爆料打擊和被打擊 雙方之間的一種特殊的溝通方式 我們旁觀者聽起來都像是雅迷 你還挺著急 你怎麼就不說清楚點 你說清楚我才聽得懂嗎 你說不清楚我哪聽得懂呢 人家本來就沒打算讓你聽懂 人家互相之間聽懂了就行了 目的就達到了 那麼財新的這篇報道 會不會是直接向郭文貴示威呢 就是說你要小心了 你在海外資金活動的情況很多我們已經掌握了 其實呢我覺得倒並不用專門寫一篇文章的方式來向郭文貴示威 因為他們和郭文貴之間確實還是有很多可以連得上的渠道的 通過一個第三方打電話就能夠起到警告郭文貴的作用了 比方說打個電話說胡舒立王岐山已經掌握了老郭你在海外的資金活動情況 涉及跨國腐敗 你如果再不閉嘴他們就會利用這一點要求引渡你 其實就是一個電話能夠說明白的事兒 倒並不用專門發一篇文章來公諸於眾 相反呢在中國高層之間的過招反而不能夠通過這種傳話的方式來講明意圖 在中國大陸那種政治環境下不到圖窮必首限的時候 誰都不能明明白白說我要怎麼樣 我以前講過一個笑話 就是大家在中國的攻鬥劇裡面都看到過 說這個皇帝和他的政治對手某一個權臣之間已經鬥得不可開交了 互相信裡面已經把對方都殺了一千遍了 可是見了面以後呢 這邊要三拜九寇山呼萬歲 那邊要說愛卿平身 這些虛聞假事都還得維持著 你見過攻鬥劇裡面有眼嗎 就說皇帝派一個太監私下裡去給這個大臣傳話 說你得老實點 你那點伎倆我都已經掌握了 我已經掌握了你的材料 如果你再不收手的話 我代表皇上警告你 我就要下手辦你了 大家看到過有這樣的嗎 如果有太監傳這樣的話 那個大臣當晚就反了 雙方就提前對決了 那你說這個皇帝會怎麼傳遞出政治信號呢 比方說 某省災情嚴重 當地官府救災不利 於是皇上下旨是嚴旨聲智 這個省呢就是皇上的政治對手 這位大臣以前曾經管轄過的省份 而在這個斥責的詔書裡面 他只需要有知言片語稍待提一下 說以前這個省就忽視積蓄儲備 導致應災能力低下 不能應對兄年 這就叫說誰誰知道 這個大臣一看 哦這是皇上在說我呢 我以前就是做過這個省的巡抚 為什麼一直積蓄儲備不足呢 因為是有貪污腐敗嘛 看來金上對這個事情已經有所掌握了 我要再和皇上對著幹 那麼他很有可能就要拿這個事情來治我 這是他給我的一個直接警告 你看他們之間是通過這樣一種方式來溝通 所以我說中國大陸現在拍的公鬥劇 它雖然未必準確反映了古代的軍臣關係 古代的軍臣關係不一定是他說的那樣 但是他確實是準確的反映了當下官場的狀況 那麼回到財新的這篇文章 說郭文貴空手套白狼 從阿聯酋取得了一大筆資金 當時呢是國安部副部長馬健還在 可是呢一個副部級官員 你說他能夠夠得上外國的王室 我覺得還是差了一點 當然這個過程中也是有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的引荐 但是不是僅此而已就沒有別的背景了 財新的報道裡面沒有說 他只是把事情提出來了 說誰誰知道啊 如果他還有別的背景 看了這篇報道他就知道 哦原來你是在說我呢 第二呢就是馬健倒了以後 郭文貴收購海通證券配售的股份 這個事情他還是做成了 那是在什麼樣的背景勢力的支持下做成的呢 財新也沒有說 那也是說誰誰知道 財新他只是提出一個消息 表示他掌握線索 掌握了一定情況而已 香港東網在今年4月份有一個消息 說習近平王岐山孟建柱三個人達成共識 要嚴懲郭文貴在國內的保護散 5月中旬的時候 華府就是美國華盛頓也有一個關於中國時政的論壇 在這個論壇上面有一個中國通 他的中文名字叫利明章博士 那就是Bill Bishop 還有另一個中國通 這兩個專家呢都不約而同的表示 說習近平肯定不會放過郭文貴的幕後黑手 他們覺得最有可能的就是曾慶紅 在這兩個評論裡面 就是美國中國通和香港東網所做出的這兩個論壇裡面 我相對來說呀 對於美國的學者的意見要重視一些 倒不是因為我比較哈美 我比較崇美 而是所謂的美國的中國通 他們所撰寫的諮詢報告 對美國政府的決策是有相當的影響力的 那麼相應的呢 中國政府也就需要通過他們發聲來影響美國政府 所以這些所謂的中國通 他經常和中國的高層官員之間有一些特殊的溝通渠道 所以說我對他們的意見相對重視一些 那我們看財新的這篇報道 5月25號出的這篇文章 看起來它像是憋了半天 然後憋了一個悶炮出來 內容上說不上有多大殺傷力 但是文章出來以後呢 郭文貴先生的反應還是比較大的 郭文貴先生在5月25號的視頻裡面 他主要是應對財新的這篇報道 然後表示在6月16號 他有可能會做出一個事關他生死的重大選擇 會爆出一個很猛的料 有可能會有一個重大的轉向 當然促使他口風轉變呢 不一定就是這篇文章造成的 可能還有其他的因素 因為這段時間以來肯定在幕後發生了很多事情 這篇文章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 但我的感受就是財新的這篇文章 它不像表面上看的那麼簡單 很可能是傳遞出了一些重要消息 接下來是不是會有更激烈的對決 我覺得6月份呢是我們要關注的 咱們拭目以待吧 謝謝大家 祝大家週末愉快